多天没有观战了,来先观战一把好哥哥 约瑟夫 这次深渊没有看到好哥哥呀 还蛮想在这种比赛里面看到他的 就像在比赛里面看到孟老师就有一种比赛嘛 就要什么角色都有的感觉啊 杂技先知画家庸兵遇到了好哥哥的约瑟夫 这套阵容单看他的一个牵制 我觉得够用了 就是如果说好哥哥捡不到人的话呢 这套阵容因为有先知的一只鸟 这只鸟 当然这只鸟也不一定能够扛得住好哥哥的闪现啊 这不太好说 就因为比赛夫这边会怎么样 他一定是打一波镜像伤害 然后能捡得到人吗 捡不到人他不是就去追那个残血的人吗 追残血的人呢 如果说先知的鸟能挡掉他这个闪现 约瑟夫的追击能力其实很难拿到平地刀的 所以中间这个节奏可能不太好 所以核心看 我觉得这局的核心看点就看 约瑟夫这边 面对这只先知的鸟会打出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了 就这只鸟如果能打掉闪现 我会看好穷者一点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要基于什么呢 基于他捡不到人 这边的话想去捞这个 来镜像一刀 我去嘞 测波好哥哥这个转牌 阴狠毒啦 你这个歹人哪 好哥哥啊 真的坏呀 看着佣兵去捞了 转牌回去镜像结算的时候 一刀带走 这佣兵连交护币的机会都没有 那怎么办呢 那现在对于穷者来讲 这边 这只鸟给上 给上画家 其实也 当然因为这边好哥哥交闪现了 我本来觉得他这边不交闪现 其实也能拿到这一刀的 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即便这只鸟 给上了 好像约瑟夫这边也可以通过闪现 来带走这个画家 他这边不追 不追这个佣兵 我觉得是比较正确的一个选择 因为追佣兵的话 佣兵有户币 再加上有先知的鸟 这个节奏可能会被脱崩 但是你抓这个画家 难度真的不大 佣兵这边的话 顶鸟救人 领导救人 一个护币跳过来 但是护币跳的 不好呀 这个护币跳的 有点远了 那怎么办呢 那只能挠头了呀 这佣兵挨的刀 战仪应该够 这边约瑟夫把这个画家给挂飞吧 杂技是过来不了的 这边先知过来 先知过来的 这边就等你 你过来 我牵起来 气球刀来拦你 对吧 往前顶 好 有耳鸣 你这里人还救不下来 我这边又能挂上 佣兵 没办法 游戏到这边已经结束了 五台机子 这地窖都不一定修得出来呀 先知的话 吸出一只鸟 也没什么用 橘呢 到这边已经是个死橘了 我们最后再看一波 什么呢 等到佣兵挂飞 然后击倒先知 我们这边就可以撤退了 因为毕竟是开了预言的 先知这边的话 距离把控的还是挺好的 不断的蹭鸟 不断的蹭鸟 一刀先打 先知这边应该是有一只鸟 可以吸出来的 好哥哥这边的话 等会儿 杂技也来了 这 跳你脸 赶紧下一把了 五台机四杀 约瑟夫 这一波 确实抓的机会点太好了 这边的话可能放地窖了 好了 那我们这边就不看了吧 有没有一翼的 应该没有 追过来了 好吧 我以为他会放一个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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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